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摆动的一个状态 它也像一个波一样 它是一个起伏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这些优秀的运动员都知道在比赛中 我们要把我的精力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而那些相对来讲可能基础比较好 身体条件比较好 素质也比较好的运动员 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顶级的运动员 拿过很多冠军的 有的谈话一线了 有的一直是二流运动员 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很好的去调整他们在比赛中的状态 也就是更好的调用他的精力 基于这样的一个调研 他们就深入地研究 他们到底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调整自己 他们发现每个人去调整自己状态的方法都不一样 都有差异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所以调整自己状态的方法是不同的 是很正常的状态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共同的维度 但是他们发现 其实精力管理是可以被拓占的 就像钟摆一样 如果你像左摆的异度变大 它向左摆的异度也变大 精力管理就像一个 我们去训练我们的肌肉 大家知道 一个健美的人去训练自己的肌肉 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他原有的肌肉拉伤 把原有的肌肉组织破坏 让他受伤之后 他又重新长出来 我们在里面看不见 这过程看不见 但是大家身上会有一些疤对不对 男性可能不太注意身上可能有些疤 手上有些疤 你会发现这个疤的这个地方 它会有凸起 这是什么 就是那个肌肉组织 它又长多了一些部分 它就会变成凸起 所以那些健美的人 你会发现它这个整个肌肉块是特别结实的 就是因为它拉伤了 然后再长出一些新的 它变得粗壮 我们的精力也是一样 我在做自己的这部分的体验的时候 和去支持一些客户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切身的感受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累了 很辛苦很累 这个时候经常说 哎呀我躺一会儿 我坐一会儿 我休息一下 但是第二天起来之后 还是经历不够好 那怎么办呢 其实在这个时刻 你要做的事情 可能是运动 因为我前面有说 现代人更多的是心类 不是身体类 身体的能量没有被消耗掉 这个时候你去做运动 一方面去缓解你的情绪 另外一方面 让你的身体的机能发生变化 你的血液循环加速 整个人就变得通畅 这个对于你的经历的恢复 都是起到一个辅助性的支持作用 所以累了不见得是躺在那里休息 这个是我们做经历管理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 就有人认为累了要休息 还有就像我们觉得 饿了要吃饭 其实到底是你饿了呢 还是你馋了呢 到底是你身体需要呢 还是你为了让自己更加的有安全感 所以很多人减肥减不了 就是减肥对于一些人来讲是蛮困难的 因为他嘴馋 他要去填饱这个肚子 总去往肚子里面去填东西 填满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最基本的信念 这样的我们就可以通过四个最基本的维度去拓展我们的经历 这四个不同的维度 分别是在精神层面上 然后在我们的思想层面 思维层面上 然后在情感层面上 然后是在身体层面上 所谓的精神层面呢 其实是我们和更大的系统去建立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的环境 其实就是我们更大的一个系统 就是大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吧 我们之外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 任何的组织里面他有 都有他的行为习惯 有些组织呢 把这些行为习惯变成了价值观 有一些组织呢 他没有把它提起成价值观 但是其实你进到这个组织里面之后 你会发现 这些行为习惯都会影响到你 这个就是所谓的更大的层面的 你在这个 只要你在这个组织里面工作 我们经常碰到很多国企的客户 就是他很困扰 这个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 他又不满意 然后又有很多地方是诱惑他的地方 他又不得 他又不想离开 或者说我已经在有五六年 我就退休了 那我在这样的 我就想 退休吧 退休之后再说吧 有很多客户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那个环境的部分 那个组织 组织里面的文化的部分 都会影响到人 当然 如果我们想有自己更大的社会空间 或者说 能到能够去遵守更多 能够去和更多的这个组织文化是一致的 其实其实就是到了所谓的那个精神层面上 或者说 用我的话说 我们要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宇宙法则 这些宇宙法则 其实是人发展的过程中 推动人朝着 理想的目标和梦想方向去前进的这样的一些规则 或者说 或者说我们说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吧 我们可能 对一些组织的行为习惯或者是价值 价值观不太喜欢 但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爱上那些普世的价值观 当我们真的去遵守这些普世的价值观 去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个人的空间会变得更大 然后我们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管它叫宇宙法则 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有四条非常非常关键的宇宙法则 我们是要遵循的 第一条就叫因果法则 它并不是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因果概念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来生 我们如果相信有来生 那你就可以把它延续到来生去 我们不相信来生也没有关系 我们面对我们的客户也是一样 他可能有些信仰 他有可能没有信仰 他可能没有信仰也相信 这都是有可能性的 不管它相不相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知道 所谓的因果法则是说 我们现在的状态 是由我们过去所决定的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在听3L教练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一定是和你过去的某个时刻 的决定有关系 我想第一个 关联最大的就是你决定 要购买众筹的这个课程 所以你才能听到3L教练 对不对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因 才有今天你来听 邵辰来跟你分享3L教练的这个课程的果 你今天有了一个家庭 有了孩子 有了心爱的另一半 这也是某个因造成的一个果 对不对 也许你当时没有去往那个方向上去选择的时候 你就跟他擦肩而过了 也就是因为你回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跟他要了一个电话 你们才有了今天 这个就是那个因 也许就是因为你请他吃了一顿饭 然后你们了解了彼此 你们更多的密集的接触 让你们走到了一起 也许你去参加那个面试 那个公司你看着不喜欢 然后地理位置又远 上班又远 就是因为那个面试官冲你的一个微笑 就决定了你我要选择这个企业 这些都是因 因为这些因你才会有今天的这个果 你才会有你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有你家庭的状态 有你工作的状态 有你学习的状态 这些都是你过去的因造成的今天的果 那你要知道明天的果是由什么来造成的 其实就是你今天的因 你今天的选择会决定你的未来 就像我说 关于我负责的那个工具包一样 他那天选择站在椅子上去 来来去说他的负责的部分 然后当他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觉得他整个人特别愤怒 然后他选择跟我联系 就是因为我那个因后来才有了我们比较好的关系 有了这样的果 才有今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内训师的这样的一个果 所以过去的那些果我们都不能左右 我也相信那些果都是我们当时最好的选择 因为在那个当下我们可掌控的资源 我们可掌控的能力就是那些 所以我们说面对过去的时候 我们要吸取过去的经验 看到过去的启发 而不是纠结于过去你的某些选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要清晰的知道 明天是由我们今天来决定的 后天是由我们今天做什么来决定的 这个就是因果关系最重要的部分 有很多员工 特别是基层员工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太清楚 他可能没有目标 他看到这个环境下的一些人 他们好像在应付着工作 能偷懒就偷懒 他刚刚走出去的门很快就学会了这些东西 或者他到了一个环境之后 他很快的就学会了这个环境的惰性的部分 因为这样的方式能让自己舒服 他就学会了让自己舒服的方法 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特别是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都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 我昨天和一个客户在聊的时候 他说我42岁我才有梦想 我才有愿景 原来我只不过是说想做一个商人 想赚很多钱 我手上有很多钱 因为我有一个价值就是 穷则独产其身 富则兼迹天下 所以我就享有很多钱 而我真的去享有很多钱的时候 我发现 我这些年做下来 我也没有很多钱 因为你如果把钱 把这个赚钱做一个目标的话 那将来你可能就是赚很多钱 而往往赚钱的最快的方法 就是做一些非正当的事情 有些可能是违法的 有些是违反道德的 那是最好的赚钱的方式 如果这个人他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时候 他往往会走上这样的道路 我们所以有一句话 叫做奸商 无商不奸 所以其实说一个人是商人 就是说他的主体目标在钱上 而要想成为一个企业家 就是他是有愿景的 他真的要奸计天下的 不是因为他富才奸计天下 而是因为他有奸计天下的这样的愿景 他才会成为夫人 那是在下一个层次上 所以我们知道了明天的那个果是今天造成的 在他42岁的时候 他清晰的这个道理 他就会让自己的梦想和愿景更加的清晰 他就知道如何去行动 因为他知道那个果是今天的所造成 所以因果法则 是一个我们把时间线拉长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把它拉升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清晰的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 因果就是所谓的我今天做什么 明天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第二个法则叫过程法则 我们可以结合因果的这个 他有了清晰的愿景和目标 他要一步一步去实现 而且可能他做出一个行为的时候 他可能实现不了 这个时候他如何去面对 总是要凡事都是要经历过程的 你谈恋爱还要经历一个过程 有人说我们今天认识明天可以结婚呢 但是你结了婚之后后天你也要谈恋爱呀 只是你先谈还是后谈的问题 以前的这个男女去结合的时候 可能都是介绍的或者父母安排的 没硕直言父母之命 但实际上那些人结婚之后 他们也才是开始谈恋爱的 原来那些人都没见到他长什么样 不知道他是帅啊还是漂亮啊 也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他们慢慢的来磨合 这个过程 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发展的过程 总是有那个吸引的部分 让人欣喜的部分 就像我们讲那个关系的五个过程 三个片里一样 就是凡事都是需要过程的 你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职业经理人 那你要经历过程啊 你在产品层面上是清晰的 在运营层面是清晰的 在销售层面是清晰的 在市场层面是OK的 你要掌握最基本的这些能力 你才能够驾驭去应应 所以凡事都是需要过程 不是说今天他有一个目标 我们教练了他 他清晰了 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明天就OK了 所以我们才有教练才有价值啊 我们更重要的更多的时候 其实支持的是客户 去达成他目标的这个过程 不管是站在人发展的角度上 还是站在关系的层面上 还是站在我们是一个 优秀的三楼教练的角度上 都要清晰过程法则 第三个法则叫两极法则 我们讲物极必反 就是到了一个极点 就会走向相反的方向 任何的事情都有两个面向 至少有两个面向 就是所谓的好的面向和坏的面向 我们所说的人要拥有弹性 什么叫弹性 弹性就是两极法则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已经讲阴阳也是两极 就是两个极点 我们很多人啊 是非分明 不是好就是坏 不是对就是错 这就是走的极端 我们说这样的人很极端 走到极点上去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单单存在着黑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灰色 在我们教练客户支持客户的时候 我们也要让客户清晰知道 还有灰色可以选择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客户 说我是这样走呢 还是这样走呢 我有两条路 我现在有一个状态 然后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我们呢也会 作为教练有的时候也会 有偏见说走A这条路 或者是偏见在B这条路上 我们可能会呈现出这种偏见 还是那句话 教练时刻保持觉察 让自己处在一个中正的状态上 这个是根儿 而我们往往忽略了第三个选择 第三个选择是什么啊 就是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虽然纠结虽然痛苦 但是我还可以在现在这个状态上不动 我可以不忘左选也不忘右选 我就在这个位置上 这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我们说 凡事都至少有三个方法 你往左走 往右走 或者保持原来的路走 这三个方法 而两极法则就是那两个极点 我们要知道 那个极点的边界是什么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弹性有多大 我们不断的要拓展自己 要成长自己 成长的是什么呀 就是成长我们的宽度 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成长我们个人的宽度 我们个人的宽度代表着我们的弹性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性取向是一性的取向 那你作为一个教练 你可能就碰到同性的取向 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不成熟的教练就会充满好奇心 同性 这个你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呢 然后你们是怎么去有性生活的呢 然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就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就不会让我们处在一个中心状态上 一个中正的状态上 然后可能有很多名词你也不懂 什么出柜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 就是当你在你的接受的极点之外的部分 我们人往往会去好奇 当我们存在这种好奇的时候也是正常的 我们要保持觉察我们自己所处的状态是什么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案例 就是我们是一个女性 然后可能我们有离婚的这样的经历 然后那个离婚是因为那个男人背叛你 假设有一个男性找到你 他要请你做教练 做支持 他支持的目标是 他要去和他的太太离婚 而他的太太不愿意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还保持一个中正的状态 这个就是你拓展的极点 拓展的部分 当你的两个极点拓展的越宽 你的弹性越大 你能够支持的人群体也越多 再举个例子 在任何的群体里面 你看到一个群体 你就会发现 有些人你是喜欢的 有些人你是不喜欢的 那个喜欢的人 你能不能让他跟你的关系更近 那个不喜欢的人 你有没有办法让他跟你的关系更近 这个都是极点的问题 当我们清晰的知道任何事情有好的就会有坏的 他给你带来好处就会给你带来坏处 他看似给你带来坏处 将来就蕴藏着莫大的机遇 我们很多的客户处在一个状态上 哎呀我现在没法活了 我已经不行了 我这个企业也垮掉了 项目也没了 然后核心的员工拿着原代码跑掉了 我怎么办呢 我没法活了 那背后的机遇就是你可以再重新开始创业 从新开始 我们不是刘环有一首歌叫《从新开始》吧 这是其实任何的最坏的状态下都有好的地方 你想一想 这件事情的发生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呢 你在团队的管理上 在人心的管理上 有没有做到你最好的状况 你的哪些方式还需要去调整 你的团队才能够更加稳固 在下一次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 其实两极法则 对于我们三样的教练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 就是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背后 它只要呈现出坏的就会有好的 同时我们有些人 可能会骄傲啊自大啊 就是因为它更多的看到那个好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 这极少数人啊 你要提醒他可能的风险是什么 盲目落光扩充 我已经A轮B轮C轮全都融资 融到了几千万美金 我现在要大跨步的发展 成为中国第一 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提醒他 可能出现的风险是什么 乐极生悲嘛 塞翁施马说的都是两极法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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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